今天的五千公尺就是 很可惜沒有穿個人最佳 但是跟一萬公尺一樣 就是良性的競爭之下 然後也跑出了我的目前賽季最佳 應該是這三年之內 很久沒有再跑出十七分十秒左右的佳績 然後距離我上一次的成績是十七分零 五秒是在2016的 所以就覺得雖然以亞軍跟一萬公尺一樣拿下亞軍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氣候其實跟一萬公尺是差不多兩爽的 只是今天有飄雨 因為我的訓練強度 今天一開始八十到八十二秒的配速 其實對我的身體狀況來講是比較緊張緊繃一點的 所以沒有像一萬公尺跟對手一樣去互相代理 我期待下一次把自己練得更好 然後可以跟對手互相切磋 然後拿下更好的成績 所以今天在最後的尾段 最後一百五十公尺有嘗試要出去 但是最後還是很可惜 就是跟第一名的選手就是在最後八十公尺左右 速度不如對方 然後就是以一至兩秒之差就是拿下亞軍 但是還是蠻開心的 也謝謝台體大的校長 許光標校長跟許基盛老師 鍾琼祖老師 他們到現場來幫我加油 然後也謝謝場邊的工作人員 neuros看 休息 任何 歇利 爾 二